移民美国之后 我白手起见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当中 获得了我的第一个100万美元 在这条影片当中 我想要告诉你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是北美决定华永明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向你问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 在这个频道 我上传数以百计的视频 帮助你从一开始 就把房地产投资作对 以便让房地产照顾好你 很久很久 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以便让更多人看到 帮助到更多的人 几年之前 我从中国北京 移居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 开始我的绝境之旅 我是白手起家的 什么叫白手起家 第一 我没有把北京的房产卖掉 把一大笔钱转移到美国来 第二 我在当地不认识任何人 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 我落地休斯敦的时候 来接机的是当地的一位网友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一座陌生的城市 不认识任何人 没有任何钱 这真的是白手起家 那接下来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当中 我积累下自己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 我说这些不是拿来炫耀的 我是想要告诉你 为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相同的事情 我总结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 发现有七点特别重要 他们是缺一不可的 帮助我做到了这样的成绩 今天我想要把这七点分享给你 以便你或者你身边的任何人 也可以做到相同的事情 第一点就是要跳出框框去想问题 我遇到过很多人 他们在考虑移民美国 但是他们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生活状态好像还不错 经过很多年的努力 已经做到了公司的中层收入 也还可以 我如果到了美国之后 我是不是要从零开始放弃以前的一切 那我给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 你必须首先跳出这样的思维禁锢 你才能够发挥自己十倍 乃至一百倍的潜能 当你认为你一切都有了 你的生活还不错 你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的时候 这就对你形成了一种禁锢 尤其是那些靠上班领工资的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 你的工资还不错 这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陷阱 风险是很高的 什么叫跳出框框去想问题 你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 你到Google上面去搜 你看一下最富有的人 他们是怎么积累起来自己财富的 他们有多少人是通过上班拿工资来成为富人的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是这么成为富人的 那这告诉你了什么 你就要去想一想 富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成为富人的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太多的人从小就被教育说 你要去读一个好学校 毕业找一份好工作 然后工作一辈子稳稳当当的 在美国 美国人也是被这么教育的 那么他们有一种说法 就是你去爬企业的梯子 你进入一家大公司 从小的职位开始干起 一层一层一层往上爬 像爬梯子一样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一定是那个爬梯子的人 你可不可以成为那个创造梯子的人 当你去做了一家公司 你去做了一个企业 一个生意的时候 你是创造梯子的那个人 当我们把钱给到银行 银行拿去放贷收更高的利息 而你自己只收0.1% 运气好一点 可能0.5%的利息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想一个问题 你怎么才能够做到银行那样的事情 你想银行他去发放信用卡 他收的利息多少 收18%到25%的利息 为什么你不可以做到相同的事情呢 这就是说 我们要跳出那些从小被灌输的思维 我们要转变一个思维方式去考虑 我为什么不能够站在事情的另外一边 我为什么一定是事情的这一边 那当我去仔细观察富人 是怎么做到的时候 我发现有两点特别的重要 我把这两点呢 也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和投资当中 也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 但是在我们进入到第二点和第三点之前 我想要先祝贺一位我们的观众 我之前多次提到了 当你看我的视频 然后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么我们会随机的选出留言 给他赠送现金 赠送礼品卡 赠送我们的课程 赠送我们的书籍 那么现在呢 我就抽出了一位幸运观众 这位观众呢 叫做Lucy 她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留言说 已经购买了黄老师的课程 并且在非常认真学习 谢谢黄老师给的好消息 期待优惠购买到最好用的软件 我理解Lucy 讲的这个课程是哪一个课程 是我们土地现金流系统 我之前说了 我们在这个现金流系统当中 会跟你介绍最好用的 土地投资 所要用到的软件 那么我现在呢 也在跟相关的软件公司在谈 想要给我们的学员 特别的提供一些优惠 那么我们的这个土地 现金流系统的课程呢 马上优惠就要结束了 到6月1号 我们的优惠就要结束了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 想要加入的话 最好是现在加入 现在还是优惠的价格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上 我们来说一说 在我研究了富人之后 我发现了什么 他们是怎么积累 他们自己的财富的 有两点特别重要 这也是我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 第一呢 富人是让自己富有 而不是让自己看起来富有 你看有太多的人 他们穿的西装 革履的 戴的手表也很好看 拿的包包也很好 车也很拉风 但是很大的可能性 这些人呢 是花了很多的钱 做了很多的消费 让自己看起来富有 那他们真正做的事情是什么 让那些卖他们包包的人 卖他们车的公司变得富有了 而不是他们自己富有 所以我在美国是不在乎自己平时吃穿怎么样 或者是我要开一个什么样的好车 我不在乎周围的人怎么看 因为你不是为了给周围人看的 你是为了自己你的财务能够安全 财务能够自由 你是要让自己自由 你要让自己富有 而不是让自己看起来富有 那接下来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第三点 我只在两种情况下把钱花出去 你去看很多的富人都是用同样的原则来生活的 第一就是当我把这个钱给出去的时候 或者是投出去花出去 不管你怎么叫他 最终呢 他能给你带来更多的钱 这种情况下 我会把这个钱给出去 第二 当我把这个钱给出去 或者是花出去的时候 他能帮助我省税 那么我会把这个钱花出去 有且只有这两种情况 比方说你买了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 名牌的帽子 很贵 但是他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收入 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钱 这笔钱你应不应该花呢 你看他不属于刚才我说的任何一种情况的情况下 那么我就不会去花这笔钱 除非有一个例外 就是我所获得的被动收入 他支持我做这样的消费 换句话说 你的消费完全都应该用被动收入来支付 只有这种状态才是在财务上面是正确的做法 那接下来第四点是设定目标 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年 那是最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去考虑 我如何能够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这个目标要特别的具体 我还记得我当时设定的目标就是 我要做到每一天赚135美元 这是我的目标 所以我每一天从醒来 我就会考虑我今天怎么样能够赚到135美元 那么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也会考虑我今天有没有完成这个目标 与此同时 你也要制定每一年的目标 我今年要达成什么目标 每一年的年底或者是年初的时候 我都会对这一年做一个目标的设计 也会对目标做一个复盘 看看今年有没有达成目标 第五点非常重要 但是很少有人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勇敢 什么是勇敢的人 就是那些刚才咱们说的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 去创造自己的生活 创造自己的可能性的人 是勇敢的人 那些不在公司给人打工 自雇的人是勇敢的人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 那么你是勇敢的人 你是企业家 你是勇敢的人 因为你勇于去面对未知 面对变化 面对风险 你去做生意 你可能要考虑库存的问题 你会遇到人手的问题 遇到供应链的问题 你每天都在解决问题 都在面对挑战 但是勇敢不是天马行空 接下来第六点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学习 我在我自己的投资 生活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要去学习前人的经验 而不是天马行空的去搞创新 我不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 我不是那种想要 我想出来一个什么点子 一个什么主意 一个什么产品 别人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 我想如果我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么我失败的可能性 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九 我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以呢 我只会去做那些 经过别人验证 也许别人已经花了一千万美元 两千万美元去验证的事情 那么我为什么要自己从头开始做呢 我只需要把别人的经验学习过来就好了 那另外呢 我还会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会去嫉妒别人 就是看到别人做得很好的时候 我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如果这个人他在某个方面做得比我更好的话 那么他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学习的 他一定是有什么知识是我不知道的 他一定是有什么方法是我不知道的 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思维方式是我所欠缺的 所以这是我去看问题的角度 那在我自己创造我财富的过程当中 给我帮助非常大的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有很多的方向 那其中一个我非常喜欢 也是给我帮助很大的方向 就是土地投资 那后来呢 我把这个方向交给更多的人 我也创造了我们的一个独特的课程 叫做土地现金流系统 刚才咱们提了土地现金流系统 在6月1号 我们的优惠期就要结束了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加入的话 现在是加入的最好时间 我真的是把我自己多年的经验合盘拖出 因为我也想帮助你帮助更多的人 做到跟我同样的事情 我把这个课程的链接放在今天视频的下方 我们讲了6点 我一开始讲了 我总结下来7点 这7点是缺一不可的 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看一看第7点是什么 第7点就是保持乐观 你要积极的去面对挑战 你要笑着去面对挫折 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现在这个年代尤其的重要 因为我们每一天打开电视 打开手机 打开电脑 都会看到很多糟糕的事情 都会看到很多负面的新闻和负面的情绪 你想要保持一个积极的情绪 就尤其的困难 但是你记住这样一点 就是你问一下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充满乐观积极情绪的人呢 还是每天悲观抱怨的人呢 如果是前一种 那么你也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是希望他乐观还是悲观 你是希望他勇敢还是怯懦 你是希望他永远为前担心 还是能够达成财务自由 取决于你 我相信你很可能会选择前者 如果你选择前者的话 那么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希望说我自己能够做到这些 记得如果以上的信息对于你来讲 有帮助有启发的话 那么最重要的是 你要去把它们用于自己的生活 用于自己的实践 你也能够做到我相同的事情 你完全也是可以超越我的 记得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留下你的评论 留下你的感想 我们会每星期随机的赠送现金 赠送礼品卡 赠送我们的书籍 赠送我们的课程 在下一条视频当中 我会更多的跟你来讲解 如何通过投资美国房地产 来非常可靠的建立自己的财富 不是去股市当中赌博 不是去加密货币当中跌宕起伏 而是非常可靠的建立自己持久的财富 我们在下一条视频当中见